大多数人在大学时期才第一次饮酒 或是喝浓度很低的酒精饮料 由于缺乏饮酒经验 不少学生在喝酒之后失态出酒 但事后却脑袋一片空白 一点都不记得喝醉后发生的事情 那都年少情况 然后不生酒量 然后就在一个社团活动里面 然后就喝到不省人事 是不得不说还蛮好玩的 但是这真的是造成很多的麻烦 例如比如说把到处吐在别人身上 还是跟别人大小生 大学生除了在西上活动享受酒精饮料 学校附近的酒吧也是小酌一杯的好去处 有时遇到喝多的客人 热心的老板还会帮忙挡酒 甚至帮学生叫车 不让喝懵的酒客陷入危险 基本上我们都会 请他的朋友 或者是说认识的人拿带回去 像有一次 我另外一个公读生 他的朋友喝挂 那一次他喝的真的有点太惨 然后就请公读生带他回宿舍 所以基本上只要有人喝挂 我们就尽量挡他的酒 不要让他继续喝 喝酒除了是一种消遣之外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 少量饮酒有助于预防感冒 但许多人不了解喝酒的守则 因而措施理性饮酒对身心带来的益处 我觉得最容易醉的主要是长导冰茶 因为长导冰茶其实五大鸡酒都有用 那可能看在酒吧 它的有一些配法可能不太一样 那五大鸡酒就是 还有Vaga 有Whiskey 有Rum 有Gin 还有Takira 我觉得是因为 它喝起来的口感 就是它酒感没那么重 那你 其实有时候在摄取酒心 但是 你其实没有到感觉 就是温水煮清化的概念 就让喝酒这种东西是 是慢慢来的 循序渐进 不要一开始太冲啊 像朋友聚在一起 可能会靠很多学 那个就 虽然说那个是 会让情绪比较幸亏一点 那我是 比较不推一开始就这么冲啊 一味的追酒 除了伤身又失态之外 还可能为自己带来危险 但若是能掌握对酒类的基本知识 并理性饮酒 平时小酌一杯 将会是调剂身心的好选择 中正医报 张军涵 简纯妹 嘉义报导